泡泡劑也就是人所說的家具 鹹天鹹地的煮味是很多當時人洗漢時的記憶 六七月份的生產期 四月都看到農民沒人在採收和加工 當地農民表示 家具一定要經過加工才能吃 有幾粒的跟幾粒的兩種做法 硬油泡泡劑它是一道工序很麻煩的料理 它的硬油、醃漿、然後硬鮮、冰糖、硬瓜 然後去煮沸它 然後等涼的之後 再和那個泡泡劑一起結合在一起 像我們早上這樣開始 七點開始 這個孔三個小時嘛 然後到整個好結合 就六個小時 然後等到冷卻到可以裝灌 也就是說大概十個小時左右了 農民表示這因為有口味的手機 為採收、燃手機到控料調味 最不都要10點斤去挑 非常費工 如果做整個也不比較輕鬆 一樣都是新鮮活的一部一部合作的定屬 我都做那個粒子 加黏黏的 然後還在鍋子裡空 空好來 來鍋上那個卡湯 用鹽水 用隔膜隔膜 還在整個粒這樣 也因為說出税 這幾個過程9天到時間 大部分的農民都會不讓加工唱來加工 但是今年受到野生的影響 受改而介紹壞 老民說現在就是受到一些自己回來加工 欧洲來做消費才是自己吃 南天新聞 翁宜第一動三 彩虹報道